有一群浪人离开陆地的法律 来到水中打装盖房 他们不用受当局管理 不用缴税 不使用公用事业设备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唯一的缺点是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随时都有房屋沉入水里的风险 这里是距离北极圈 320公里的加拿大亚寒带 最开始的船屋非常原始 他们收集了一大堆的圆筒 组成了伏法 然后在上面盖房子 这就是第一批的船屋 后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人 越来越多 船屋也是越盖越好 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小镇 取名黄刀镇 现在这座湖 即将经历危险的冬季结冰 寒冷的冬季会持续6个月 而这些冰湖浪人 只有几天准备的时间 今天外面的温度是零下11摄氏度 湖水开始结冰了 这是两个最致命的时节之一 另一个时节是危险的春季熔冰期 现在他们需要确保船屋保持水平 同时把冬季粮食运上船屋 还有往后 至少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 也得搬到船上 黄刀镇有三十几位船屋居民 他们已经习惯了大奴湖的喜怒无常 连滋生湖上居民盖瑞和狗鱼迈克 都躲不过湖的抨击 迈克是一位钓鱼向导 至少钓过三万条狗鱼 由此获得狗鱼的称号 大奴湖深600多米 水温是零下18摄氏度 湖能滋养人 亦能整垮人 他能在短短的几秒内 夺走落水者的性命 等两位老人到家 就看到邻居的船屋脱离了戏船具 和他的船靠在一起 在这里 茅船是一项挑战 为了不受法律运输 船屋都不能锚定在陆地上 只能选择这座湖的沙土上 为了避免船屋相撞 迈克必须暂时 把邻居的船屋拴在树上 强风加上大浪 船屋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案行动 迈克使出吃奶的力气 终于把船屋固定在树上 几小时后 变化无常的湖 平静下来了 史蒂芬和爱丽丝 开始盘点他们在结冰期 需要的物资 除了食物还得准备几罐饼桶 他们的金箔来号 有几个系统要维持运作 这是太阳能的控制器 阳光照到太阳能板上 转换器就会把太阳能 转换成可以使用的能量 比如这盏灯 这艘船有注册 所以可以使用 超高频航海用的无线电 居民间交流不成问题 船上还有热水器 启动热水的压力时 热水器就会点火燃烧 他们就能洗热水澡了 史蒂芬赤巨兹安装了一个马桶 两年前他花了2000加币的运费 买了这个凯迪拉克级的马桶 它有0.9米风扇 永远转个不停 船屋的空间非常珍贵 这里是他的船长室 只有一间卧室 船上的生活 同样吸引着爱冒险的年轻人 他叫伊曼 今年29岁 这是他的伴侣杰西卡 两人厌倦了城里的生活 所以决定要去住船屋 这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想想都令人兴奋 两人准备了很多物资 然后划着独木舟前往了船屋 每年都会有新人尝试来胡上生活 但能成功的人很少 尤其是在秋季结冰期的时候 两人来到了船屋 打开门的瞬间 就忍不住惊叹一声 这里比想象中还要大 可惜有一个问题 地板上竟然有水 伊曼用脚踩了踩 还好问题不大 两人把行李拿进来以后 开始参观船屋 里面有一个厕所 但却只有一个马桶 伊曼当时脸就黑了 这跟露营的厕所 没有区别啊 她可是个淑女 心理上很难接受这种厕所 船屋居民兰迪是媒体私足后裔 她的家族在大奴湖住了好几代 兰迪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现在她要去捕猎大型猎物 因为家里的肉已经吃完了 而且还有不到一周 就将进入结冰期 她有一个老婆和六个孩子 最起码需要捕猎一只驼鹿 才能满足冬季的食物需求 史蒂芬和爱丽丝继续检查船只 他们要确保船屋处于水平状态 现在史蒂芬检测出船屋倾斜的方向 她一定要在结冰期前矫正 要不然暴风袭来 就会把船屋沉没 新手伊曼和杰西卡 感受到住在大奴湖上的压力 伊曼正在砍一些柴火 杰西卡则在做饭 这里的水来自大挪湖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此时杰西卡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知道船屋是不是斜的 伊曼眨眨着漂亮的大眼镜 他亚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层 两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选择这一刻入住船屋 但根本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在黄刀镇的西南方16公里处 兰迪在捕猎新鲜的肉 根据地上的脚印 他追踪驼鹿路 前方有一条河 他想要去对岸 但现在的冰层还不够厚 为了安全起见 他砍断了一棵树 拿着树干走在了冰层上 他一边敲击冰层一边走 小心翼翼地横渡这条河 与此同时 杰西卡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 他急忙跑出去 就看到伊曼趴在船沿上 半边身子已经掉入了水里 他急忙把伊曼拉了出来 并脱下了他的鞋子 然后爬着进入了屋里 伊曼快要冻坏了 他把湿衣服脱下来 盖着一个被子坐在壁炉前 他真的要吓坏了 死亡是如此的接近 这起事件提醒他们 船屋生活是伴随着危险的 他们并没有驾驭这种生活的本领 另一边 史蒂芬和爱丽丝囤积了 将近一吨的饼丸 汽油 木柴和罐头 但今年湖面不断变化的风浪 损害了他们的家 现在船屋是倾斜的 他们准备调整重量 但还没有来得及坐 冰箱的门突然打开了 掉落了一地的东西 船屋瞬间倾斜了一个角度 史蒂芬有点手忙脚乱 他们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 然后出去查看情况 原来是拉扯船屋的一条绳索结冰了 失去了拉力 如果船屋不能及时摆正 很快就会沉没 而这艘船并没有摆保险 那他们的财产就全部泡汤了 现在是真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 史蒂芬划着独木舟 用斧头敲打冰块 把戏船具的绳索解放了出来 但这还不够 他们又去船顶上 把物品搬到另一侧 用来平衡两边的重量 可惜船屋还在进水 他们的船屋漂浮在两个铝制浮箱上 两个浮箱各有独立的部件 现在一个浮箱进水了 冰冷的温度会让浮箱里的水膨胀 最后把浮箱整个撑破 史蒂芬跳入了冰冷的湖水中 他把一根管子插入浮箱里 爱丽丝启动了抽水机 浮箱里的水被抽了出来 现在水下温度是18摄氏度 人只能在水下待5到10分钟就得上来 他敲了敲浮箱 清脆的声音说明里面已经没有水了 但他还得检查每个浮箱和舱壁 他穿上更厚的浅水服 然后再次进入了水里 他一边敲打冰层一边感慨道 这个浅水服竟然漏水 真的好冷啊 但是到如今 他也只能咬牙坚持 并且要把冰层弄碎 等整理出一个空间 他敲打浮箱 仔细聆听声音 想看看还有没有漏水的地方 与此同时 兰迪还在寻找陀鹿的身影 他模仿母鹿的叫声 希望能吸引一只雄壮的风陀鹿 而伊曼和杰西卡做出了重要决定 他们要回到陆地上 船坞生活暂时还不是他们可以掌控的 他们需要学习更多能力 不过这段旅程也让他们记忆深刻 以后有机会 他们还会回来的 同样不幸的还有兰迪 他今天狩猎失败了 而天色快要黑了 于是他生了一堆篝火 搭建了一个简易帐篷 然后进入了睡眠 明天再继续打猎 史蒂芬花了四小时 终于把不香的问题都解决了 船坞恢复了平静 辛苦地付出得到了回报 两人快乐地拥抱在一起 到了早上 一层2.5厘米厚的薄冰 附满整个海湾 结冰期终于到了 同时也代表着最危险的时节 已然来到 但这里的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